这个勇德也是一样 有半导地设备的 GB200的概念股 AI伺服器的概念 修正完之后这个随时要过高的 今天算是补量换手 在这里有很多股票都可以操作 不要等到大盘在大涨的时候 再急急忙忙追股票 量缩放空 口袋空空 悟空悟空 量缩不要空 大涨的时候就不要去抢股票 不要去买股票 欢迎收看财星高照与你同行 最近的量缩很多人说 糟糕这个没有方向 我说很快的 这个盘就会有方向了 明天的回答 应该是这样讲的 礼拜28号美国时间 回答公布财报 那大概礼拜五 台北股市就会反映了 好 那但是有些迹象 各位先看看 你先注意看看台积电 你有没有发现台积电在这里 第一个 开始出量了 这个量开始出来了 开始出量 最近的量缩 但是它今天开始出量 而且 它回撤的季线很标准 这真的是很标准 前一波的大跌之后 然后反弹 反弹之后呢 量缩这个地方整理 然后去回撤季线 今天转强 每一个步骤 都好像剧本写好一样 好 那在这里 当然台积电 它所带动的 不是它本身而已 还有它的设备 它的供应链 更不用讲台北半导体展 即将展开 我们讲 这个绝对是一个趋势 但是趋势的形成 它不会一天的扭转 所以说 这个趋势 它是对的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股票 买的价位好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 你的持股 能不能够 在对的方向 集中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想台北股市在 这两三天 可能就开始表态 那现在我们就是想 接下来 我们要 布局在什么方向 资金会往哪里走 这个制胜 其实我们都老朋友 这个不必多说了 半导体的设备 过去记不记得 我有讲 我说那个三英三英的红素 涨到两千块钱了 那个军华去比价红素 有没有 就看军华昨天 上那一千块钱了 那我又讲 我说 红素在前面跑 两千多块钱 那军华那时候 八百多块 九百多元追上去 那再来什么 星云嘛 三五八三星云嘛 对不对 这个是四百多块钱的股票 就一个 一个带一个 然后后来怎么样 二四六七 制胜 是不是 我记得制胜 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半导体设备当中 制胜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 六月份的时候 跟大家讲 二再一百 三十块钱左右 现在已经涨了两倍了 今天创新高 两百五十六块钱 好 那在这里的话 那这个制胜 二四六七 这个制胜 现在该怎么操作 今天最高在两百五十八块钱了 今天盘中创新高了 所以他的趋势是对的 那只是说什么价位 以及你的股票 资金 怎么去轮动 这个设备股 军豪我当时也跟大家讲 那时候六月多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讲 你看一路这样涨上来 五十四三 他的趋势都对的 今天最高来一百五十五块钱 也是创新高 制胜 军豪这两档股票 今天都再创新高 半导体的设备 那你看涨到东台了 4526东台 他子公司是东杰 那东台加东杰 加军豪加制胜 形成了一个基础C联盟 我想大家有听过 这也是半导体设备 那股价来讲的话 你看是不是 他相对于 相对于智胜今天创新高 相对于 这个军豪今天创新高 那东台前波高原在这里 他今天在这个位置 那是不是有机会 那同样的嘛 8064 东杰也是一样嘛 东杰也是属于 第一个阶段 因为他是前天创新高 前天创新高 那4526东台 有没有 连续两天上涨 但是没有创新高 这个我赖上面 都跟大家有讲过了 他资金会一个轮动 会比价效益 所以在半导体设备里面 这么多你怎么选 对不对 那另外我跟大家讲嘛 我说 前面这档股票很凶 涨的很凶 叫精彩科 AOI的 是不是 AOI有蛮多的嘛 精彩科啦 那包含这个 之前我们跟大家有讲到 也有一些AOI的这个族群 那精彩科 他最重要的 他打入到半导体的一个光学检测 因为光 其实光学检测 他有检测表面跟检测 所谓的这个晶片的这个部分 过去 AOI可能用在PCB 可能用在LED 可能用在面板的部分 那 因为半导体的制程越来越先进 那所以半导体的先进封装的部分来讲 也采用了AOI的 一个检测方式嘛 好 那现在你看 精彩科 3535 一路涨涨涨涨涨涨上来 那我说 精彩科 油田持有精彩科 在107年的时候 6年前 他入股 那时候买了2万多张 好 每股成本是15块钱 是15块钱 他7月18号申报的时候 352张 这个已经公告了 他当时要申报转让4500张 后来因为这一段 他是被分盘交易 股价急拉 对不对 大户卖股票 有没有 精彩科大股东就是油田 油田在这里申报转让 那4500张 结果卖多少 这个 对不起 对 352张 352张已经卖了 好 那么另外 他这个地方又要申报 对不起 这个我要改一下 这个数字要改一下 他这个部分已经卖了532张在这里 这里的话大概 均价大概差不多70块钱 那每股成本15块钱 那第二次在8月20号申报转让4000张 他把剩下没有转让转让完的 他还是要去卖 所以他他就是 今年他就打算卖4500张了 到目前为止来看 是这样子 前面卖了532张 那还有4000张 他8月20又在申报 那这一次怎么卖更高 而且油量 他可以卖的很轻松 3535 各位你看 你看油田 这个精彩科 在这里 这个8月20号申报的 你看这几天 都卖在这个地方 都可以卖很高 都可以卖在80块钱之上 所以大家自己算算看嘛 你卖80块钱 你每股就赚 65块 一张就赚65000 那你一张赚65000 你简单的去算4000张 他可以赚多少钱 那你再看 3455油田 他的股本是多少 5.9亿 你可以很 很直接就换算出来 油田他第三季 他在处分 精彩科 他至少就入账 超过4块半 那除非他 他要分 分次任劣 这个我不知道啦 可是正常来讲 他不会 他就是卖完之后 他就入账 就入账 那精彩科本业怎么样 本业当然好啊 油田本业好不好 本业也好啊 连续三个月营收 是年月双针嘛 对不对 营收之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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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嘛 所以你本业好 而且你有业外收入 我跟大家讲 这一块没有人注意的 油田的业外收入市场上没有人在讲 都跟你讲设备 AOI检测光学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讲什么 这个精彩科跟谁谁谁比价 怎么样啦 我说你注意油田就是了 而且他主义大户库存是上升的 千仓大户持股是上升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等到 这边整理完毕之后上去 那就喷出去了 那你们现在听到你们都可以去买 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在那边做当冲 你做当冲干什么 有什么好冲的 奇怪呢 拉上去 为什么要去追 不用追嘛 那你拉上去追 你看人家不买 不说掌听你又把它倒出来 你每天就在玩这种游戏 这些当冲的人我真的搞不懂 我就告诉你他有这个利多 就这么简单嘛 你们可以去查嘛 7月18号的重大讯息嘛 8月20号重大讯息嘛 对不对 两次申报转让嘛 第一次4500张 可是他只卖出532张 因为他第二次的时候 他去申报 他有把他手中的持股也写出来 那我把他8月20号手中持股 跟他7月18号申报手中持股 两个一对照 一看就知道嘛 他那一段期间 第一次卖了532张嘛 那第二次手中 现在有一万一千多张 他要卖4000张 就这么简单嘛 是不是 这还有什么好讲 这根本就送分题啦 就送给你送分题啦 各位懂我意思吗 好 那再来机器人的部分呢 你看 这也是补涨的 也没有过高 好 有没有 8月7号的时候 大盘跌的时候 我也跟大 赖上公开送给大家嘛 对不对 现在再直接上去嘛 蒙利二十六四 这是半导体加机器人啊 为什么 蒙利全名叫什么各位 各位你知道吗 来 你看到没有 他中文全名啊 叫蒙利自动化 这样各位就懂我意思了 各位懂我意思了嘛 好 所以这个部分 蒙利也可以注意 这个都赖上有讲的啦 那另外 老朋友圆刚 有没有 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跟各位讲过 圆刚 对不对 那个送给大家 让大家来猜的嘛 那现在 下来 整理完毕之后 在这里 他有机会补涨啊 这是机器人的部分 真的不会做 你要想办法 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因为 轮动速度很快 有机器人 有半导体设备 那 又有所谓什么 黑科 这个黑悟空 黑悟空 黑悟空 就留意印太 2399印太 跟2425乘起 当2425乘起 你买不到啦 今天震荡一下之后 对不对 今天爆大一个大量 25乘起 可是乘起你看 这是跌了死去活来的嘛 然后在这里 一根 两根 三根 对不对 但上来之后 这个地方就面临到压力了 是不是 你看 这个大头成型嘛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要更大的量 往上做个突破 或是压回 做化解 我才建议大家去买2425的成奇 懂个意思吗 所以 现在问题就是 你的资金的配置啊 那你万一 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做 我觉得欢迎大家一起 跟着我们啊 2399的印太啊 黑无空概念 盘下很好买喔 我跟你讲喔 对不对 甚至2417的原纲位 跟大家讲嘛 今天 也是一样震荡震荡 对不对 尾盘稍微给你拉高 这个说不定明天 整理整理就要 整理整理就要上去了 对不对 这行嘛 这正硬正硬 可能就上去了嘛 好 所以这些重点是你要跟着做嘛 那么另外像这个勇德也是一样 有半导地设备的 那同时也是这个 GP200的概念股 AI伺服器的概念嘛 3689的勇德啊 这个也是修正完之后这个随时要过高的啊 对不对 这个整理整理完毕之后 这个上去就喷出了 今天算是补量换手嘛 好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很多股票都可以操作 好吧 那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啦 这个盘很快就拨开这个云雾啊 见明月了 好不好 不要等到大盘在大涨的时候 再急急忙忙追股票 好 量缩放空 口袋空空 最后就像我套一句 这个 西游记里面的 黑悟空 悟空悟空 量缩不要空啊 悟空啊 大涨怎么样 就要效法沙和尚的精神 悟尽啊 把大涨的时候就不要去抢股票 不要去买股票 好不好 祝大家财新高照 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